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頻道 錄影時間是2021年11月26日,晚上11點半 比特幣價格是54,400元 這集可以先收藏優先,如果想早點看到小火子影片就歡迎大家訂閱 如果想得到更多優惠,訂閱一年會有850指優惠 來到今集內容吧 你聽到聲音這麼整齊,要說話小聲一點 還有看到大家有些驚慌,我想拍一段影片給大家 這段影片都是鼓勵性說話,都是那些東西 但有新資訊想跟大家說 就是關於這個牛市會否延長了,有甚麼數據 證明了是延長了,甚麼為之延長呢 待會跟大家說一說 最終極的估算是甚麼時候升完呢 可能要到明年,待會再說 這集分享三個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哇小火子很害怕,沒有說那麼多L 跌多少呢 之前我拍了影片說,我說會跌多少呢 真的有個位置就有支持 用歷史數據來說 第一部份就是,比特幣最多可以跌多少 用歷史數據來說 第二部份就是,牛市如尾,小火子很害怕 現在玩完了,好像有 我經常聽說玩完了 即是一萬日玩完,兩萬日玩完 三萬日玩完,六萬日玩完 跌下來現在五萬日玩完 比特幣被人說玩完是一千次以上 所以,都是沒甚麼大不了的一件事 根本都沒甚麼看過,太忙了 最近都有點忙 又要公司的東西,又要照片,又要看片學東西 又要看很多資訊 但仍然會出不到影片,我都會出post 最重要是一些,我覺得很刺激的階段 好像前天所說的,元宇宙幣 雖然也升很多 但我都覺得是有危險的 所以,出了post,我未必能夠猜到最頂 但我告訴大家,有個很大的刺激程度 我會跟大家說 因為有時,你是當時人,你就會很刺激 因為玩過比特幣,玩過比特幣 最難收手就是,當升的時候你要收手 跟自己說,是很高的 但始終可以升完再升,令你有時麻木了 有時,好像太亢奮了,你就抽離不了 小火子提醒你 到時,但未必一定猜到 但有時,別人說一說 又來了,又來了那個魷魚幣又來了 然後有些柴犬幣又來了 或者有些奇怪幣又爆升 今晚,魚羽酒幣又升到不知多少倍了 其實CRO也升得不多 小火子升十倍了,也不多 因為今年年初,其實它沒有動過 好像是0.1% 現在升到最多9毫子 即是CRO的信用卡 即是Crypto.com的卡 其實它只是追回升幅 如果你計算那個幅度,真的不太多 認真說 一起看看吧 CRO幣最重要是它出了一條新鏈 所以它有一個通勁 最近有些鏈爆了,也介紹了很多點幣 B&B會升級的 好像有一個鏈子 有些人就說,我買這個鏈 看好它 但如果你未用過,很難說服到自己 會有一個將來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裝Metamask 裝不同的銀包 也好,玩一玩它那個鏈上的debt 或者一些收息,或者NFT 感覺上確實一點,實在一點 因為不說不完 我只是想知道Bitcoin跌了很多 究竟由最高位跌下來多少成 在歷史角度來說 是不是一個入貨位置呢 我也覺得是一個入貨位置 為甚麼呢? 看回2017年 今集分開三部份,大家記得嗎? Bitcoin價格預估 第二部份是牛市完美 還有第三部份是 究竟這個Cycle已經延長了 一起看看 Defelt方面來說,看看吧 之前跟大家說過,跌兩成 如果2017年 今小時候,今次跌兩成 我會跌到多少? 真是高手 神經病 我覺得雖然時間點已經差很遠 但是 幅度來說 現在叫做 幅度就相似 但時間點就開始不相似 所以開始有一個隱憂 就是會有一個現場的週期 現場的週期代表著 可能要去到 原本預估10月中至尾就完結 但今次可能去到2月 1月、2月這些位置才會遠的 有些數據證明 稍後跟大家說 如果這個最高位 最高位是6萬8000 上下來 最低點 就是 是 Zoom大一點 給大家看看 這個位置 5萬4000 左右 5萬4000 跟我說的 很吻合 有一個支持力度 這裡 很神奇地是雙雷似的幅度 但是 歷史角度 是這麼說 由於比特幣 歷史是很重要的 所以 一定要看看 所以 這個是一個 如果真的想要買貨 可能4萬 現在這個階段 可以入少少比特幣 或者 以太幣 為什麼 進入這些幣 之前說過 在終極牛市 比特幣 會帶著 升浪 到最後 到最後 就會急插 一急插 就是一個終極 離場 或者 轉 危險的訊號 先跟大家說說 還有 急插到 5萬4000 都是那句 不在任何投資建議 你自己去扭淚 究竟入什麼 那 還有少少想說 就是 當牛市結束之後 有什麼做法 有什麼看法 我 可能要再一集 跟大家說 那個是有很多階段 即是說 又要 比特幣轉生債幣 生債幣轉出金 或者是穩定幣 以及 BTC 就留些BTC 去這個熊市 因為永遠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結束 那個牛市 你以為是牛軟了嗎 可以升完再升 沒有貨 不過真的好像要扔掉 還有 有些人說 這個系列完了之後 有機會不是系列 就死 到時BTC永遠這麼貴 你就走步 所以 一定要留少少少BTC 還有 去到熊市裡面 我覺得有兩樣東西 可能可以留 就是 打機的幣 或者一些NFT 可以留 為什麼呢 原因 都非常之簡單 就是 用的人玩 如果在裡面 還有人賺到錢的話 需求仍然在這裏 這些打機幣 或者這些 NFT 因為NFT 還在發展 你那個市場可以牛 可以紅 但這班粉絲 會繼續拿著 這些NFT 去參加派對 就是猴子也好 什麼都好 所以大家 注意一下 熊市場是否完全不玩 我建議 不是 繼續留意這個市場 因為這個市場 動得很快 可能下年又會彈升 原因 可能因為 Facebook也好 很多公司參與 這個元宇宙 都會帶起一個熱潮 因為元宇宙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個人的網上資產 是不容去侵犯的 這個是 有區法令之後的一個 Ref 3.0 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 就是你擁有一個 私產 而沒有人能控制到 你的私產 網上的私產 而這個私產的重要性 越來越強 不詳細多說 這些是由傳統的 網上世界是無可比擬 因為一些資產在網上 很容易按一個按鈕 別人沒有了 就好像 特朗普說幾句 Twitter 或者Facebook不Like 他們就剪掉了 所有東西都不是屬於你的 所以一個按鈕就沒有了 但如果有 區法令上面的資產 是沒有人搞到你的 所以這個是值錢的地方 Web 3.0 可以用來作為一個 個人資產儲存的地方 那麼說一句 神經 小博士跌完之後 時間上如果再延長 會何時到牛市完 一會再說 第一個部分 小博士跌至54,000 叫人入貨 你還看好的 當然仍然看好的 因為我覺得仍然在牛市之中 看回歷史 從來沒有一個牛市 是兩個原因 升那麼少 即是第一次牛市 Halfing完之後 升成多少倍 一千倍 再上一次 那個2017年 就是九十幾倍 今次沒有理由 是 由最高點升上來 兩萬元 最多 即2017年兩萬元 升上來 都是三倍 如果這樣 完結就完全是 不合理的 第一件事就是那個價格 第一件事就是那個時間 時間都是 但是 仍然是 就是 代理來說很早 很多數據資訊 都是告訴你 除了看歷史圖表之外 那個叫做 次熱程度 如果你經歷過 2017年次熱程度 現在是完全不能比擬 那時候是全街都說 一天是升10% 20%那樣 現在完全沒有這個情況出現過 所以個人認為仍然是超級早 那些數據完全是 靚度 什麼叫靚 就是靚度 靚度 靚度 沒有太大的 刺激 在街上都沒有 師奶講 所以 大家留意著 仍然是很早期 那 就 尤其是Bitcoin Dominance 我們之前在那個 影片講過 如果我們 要終極升浪 Bitcoin一定是升到無論 其他山寨位再跟 那個才是一個 終極升浪的一個 正常情況 現在仍然是沒有的 但仍然都是 見Bitcoin不升 那時候玩山寨位 今天一跌 可能 那些錢又回到Bitcoin 那Bitcoin Dominance 升到多少 為之一個 標準的牛市 情況 都給大家看看 等等 等我一會 夜晚了 現在都 看到你們說什麼 好害怕 要心靈雞湯 什麼雞湯 雞了一年 吃自己 搞錯 是這個 吃自己 不用看你 喂 小火箭會 乖 吃自己 有機會 有沒有說明 佔比方面 這個 淡藍色線 就是佔比 這個 2013年有數據 到今天就一直跌 十分之容易理解 原因是因為 除了Bitcoin之外 很多project發展 其他幣的市值 都會佔了很多 上當年只有Bitcoin 就得高 但是到了2077年 開始有其他幣的出現 包括有以太幣 瑞波 Bitcoin SV 等等 令到Bitcoin 至於下降得很快 不過最後 都會引爆升浪 就一定是這個Bitcoin 看到嗎 2007年 9月 不停升 當中有大插過 我們先放大插過 最多會插到多少呢 嘩 大插 對了 我下回2017年10月 即是這段時間左右 那 就 嗯 對了 上當年也有50%多 即是最後終極升浪 那一期 差不多到六七成 七成七 神經病 所以告訴大家 就是 我覺得這次牛市 也是相類似 所以Bitcoin的Dominus 這個原因 就是 看回歷史 就好像看回過程 但 中間發生甚麼事 這些是每年 每個牛市都不同 但 可能當中的一些新聞 上多年不同 今年的新聞和上多年的新聞 都不同 但 類似的情況都會出現 我個人認為 但是 由於山寨幣市場 已經變化得太大 太多了 所以Bitcoin的佔比 沒有上多年這麼多 也是正常的 我建議大家 留意這裡 可能數字一直插下去 但 最後 淺藍色線佔比 應該會升 我之前在Patreon說過 大概是50多 可能就是一個 相對上高位 叫做Bitcoin 因為 今年年初 它都佔60幾% 可能到60幾% 未定 這可能到時再說 總之 我們淺藍色線要升 才代表終極牛市 完結前的一個 常見情況 我只是估計 純估計 為何會引發爆升浪 原因 就是因為有新資金 新資金哪裏來 就是你平時不玩Bitcoin 都會走來玩 不玩Bitcoin的人 都不會玩山寨幣 你問你朋友 或你媽媽 他們都不懂 Solena 亦都不懂 什麼叫做 雪崩幣 他們只懂Bitcoin 所以引發新的升浪 就是新資金 而新資金 都是買一些 相對安全穩定 和知名度高的 就是Bitcoin 而且 入場都是買這些 不會玩這些 那麼瘋狂的 他們說不出的幣 至少是Bitcoin 比特幣那些 都會吃 所以新資金 還有 最後這班人 都會給你割韭菜 就是我們這班 就早些入貨 就會放給這班人 如果沒有這班人 接貨 其實就不會升到那麼高 因為 還有這班人 通常這班人 都是比較多資產 他們玩的時候 不像年輕人玩幾萬元幾千元 他們一住 一住一百萬 兩百萬 我有層樓套 套了些錢出來 都不知道多少錢 每套樓買Bitcoin 真是瘋狂 應該有這個機會 即是瘋狂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湧入去 上當年都經歷過 那些人 立即問小火紙怎麼賣 等等 就這樣 第二部分都結束了 就是告訴大家 牛市仍然是很早期 很多數據 都不跟大家分享 真的很悶 悶到很早 搜尋量 活躍地址等等 仍然是一個 中游份 中游期間 沒有特別 所以大家 仍然是 我覺得 不需要恐慌 是很早期 我覺得仍然很早期 雖然是去到11月 的時間 還沒有爆升的情況出現 其實 我有很大機會 是一個延長的牛市 看多幾個圖 看完 這幾個圖的時候 我差不多收工 在眼睡 總之 我找了資料給大家看看 就是 究竟Bitcoin 會不會說 這次牛市延長了 有些人會說 12月 有些人開始說 1月 2月 為甚麼有些人的說法 就是 有些人開始留意到 周期 開始延長了 但我知 其實甚麼為周期 都不知何時開始計 其實市場上 大部分 有三種計法 即是延長來講 第一種 最簡單 就是 Bitcoin每大約四年 產量減一半 由那刻開始計算 時間延長了 這就是第一個說法 為甚麼會爆升 都說過 減少了供應 需求不變 起碼價格會升一倍或以上 為甚麼會升上 因為有些人 好像恐慌性買入一樣 別人升的就去買 形成一個正向循環 但最後為甚麼會爆升多少倍 這是人性的貪婪 這是第一個說法 第二個說法 就是由上一個牛市最高點 去到今個牛市最高點 當中計算的日子 又為周期 有些人也是計算 由這個牛市 周期為止 給大家看看 其實三個說法都可以 因為這件事沒有學術上 是哪個位置開始計算 給大家看看 有些人會說 有些人會說 牛市和這個牛市 紅市最低點 這點開始計算 即是這個前期間最低點 就是這個位置 我大概甚麼時候拍YouTube 我都不記得 2019年年頭 三千多年 就是這位拍YouTube 這位計算 到今天 走了多少天 即是前面都有這些時間 大概這就是另一個計法 就是最低點 去到最高點 是用了幾多日 幾多倍 這些都是好 即是很多個說法 究竟那個周期怎樣計算 但最標準的計法 就是由這個 蝦餅開始計算 當中 有四次蝦餅的 這篇文章也很好 如果大家想要拿 就放在那個patreon那裡 大家有時間自己看看 或者無時間不想看 我幫你簡單講一講 這裏都不詳細多看 總之 簡單來說 有三條線 紅色線 開始 綠色、銜色 開始這個位置 就在第一天開始計算 紅色到銜 又升了兩次 當中用了大概 按給大家看看 用了大概 等等 我沒有錄過這條片 我怕錄過後沒有錄 有錄過後沒有錄過 對象可以說話 金紅色這條線 一起看看 四百日前 大概三百多天 就到達高峰 之後 第二次牛市 就是2017年 大概用了四百多天 就 劃出五百多天 完成了牛市 去到最高位 何時才知道最高位 就是過了時間 你便會知道 綠色就是今年 今年的情況 就是上年減半 上年五月 四五月左右減半 之後 計算日子 計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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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 大概我們 為何說是銜色 就是因為 已經過了藍色的線 如果過了這幾天 這幅圈已經套測了 好像十月的 已經過了 都未到高峰 所以可能這段時間 已經是銜色 如果用專業角度 計算 蝦粉日子 去計算 已經長了 但其實這個大家都預計到 原因都非常簡單 第一次 三百多天 之後就是五百多天 之後就是可能去到六七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可圈可 如何可以 畫一個綠色的最高位 可能有些人畫直線 有些人畫曲 都沒有所謂 因為永遠都沒有人猜到 這些都是猜到 所以有些人可能去到這個位置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位置 就是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相差很遠 如果用倍數 如果用倍數 去計算 紅色的倍數最高 藍色的倍數第二 綠色的倍數應該是最低的 所以我們已經發現兩個 將會可能 預計到的 一個叫做 我不知道叫什麼 就是 反映到的兩個現象 就是這個時間長度 會長一點 這個時間 第二 高度可能會低一點 所以 這個大家都供應 因為底基數大了那麼多 所以我們用回去年那個 的時間 大概是 我忘記了幾千 七八千元左右 去計算 可能升回倍數 可能升回 十幾二十倍 十倍 十倍是八萬元 十幾二十倍 可能就是十幾萬元 第一次就是 這個一千倍 這個一百倍 今次有些人說是二十倍 這個 不得而知 但是 我都開始漸漸相信這個 scale 因為 都漸漸看到那個圖 出來了 這個圖已經奪取了 這個圖已經奪取了 這個綠色是正在橫盤的 所以 這裏就是第一個圖 分享給大家看 我相信大家是沒有時間 沒有心機看這些 有些人做了研究 就說已經確認了 這個假設是正確的 因為 如果今次是 沿用回紅色和藍色的推算 是要 把綠色這個 這個 因為把藍色這個時間 再推後 35% 去到 差不多2021年的第一個 季度 第一個季度 有1月2月3月 可能去到3月都未定 所以 這個就是 有位叫Benjamin 我經常看他的頻道 我老婆問這個 是誰 買Bitcoin 又這麼奇怪 自己按來看看 分享多個圖給大家看 他分享了 這個 挺帥氣 我挺欣賞他 一拍片他 他很有心機 做些美圖給大家 他說今天是最後一天 甚麼最後一天 就是說 如果今天見不到 全時高 已經是延長了 周期 這個就是紅色周期的時間 剛才的圖 簡化了 三百多天 之後是五百多天 我們今次 如果用回數學角度來說 就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線性 畫一條線 如果畫一條線 嘩 現在畫不到給大家看 現在人手直線 這裏就滑下去 這裏 可能用畫 神經病 我們現在是五百多天 這個圖是十月的時候畫 十月到三月 三月 一個月三十 三十 可能還有一百多天 沒有計錯 一百二十天左右 現在這個位置 加一百二十天 但可能去到 這個位置 高度應該 沒有這麽高 高度可能去到這個位置 拉條線過來 這裏全部都是 估算的 十幾一次方 即是十倍 那就是八萬元 到時就不知道了 這個呢 告訴大家 是有這樣的現象 就是用回頭幾次那個 牛市那個 時間和高度 分別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 那有些 更加多圖 分享給大家 這個呢 第一次用到二百 之後就是六百 之後就是 這個圖又是另一個計法 沒有你這麽長的 這個是Sense Bottom 即是剛才我說的 第二個計法 就是由最低點 到最高點之間 用了幾多日 這個呢 我記得是用三千多元 如果是紫色線的話 三千多元到今天 用了幾多日 已經用了一千日 那我們 黃色這個呢 你應該這樣說 剛才有三個計算 那個周期的方法 這個還未破 就是之前 都是用了一千多日 才到最高位 我們現在 已經過了 因為這個是三十月 現在十一月 也差不多 十一月尾 可能都走到一段 所以 很大機會都破了 我們現在有些人說 畫一條曲線 曲下去 按曲 你就預估到紫色 可能在這個位置 我走到百多日 去到十年三月都未定 這個呢 就是 它的說法 第二個說法 就是 第二要注意 就是declining ROI Return 即是你的回報 開始下降 都是 個個都認同的 這件事 就是回報方面 一定是沒有以前那麼瘋 所以 早買早 賺多些錢 好像貨幣 2000元才買 所以 現在升龍跌 都沒有太大的感覺 當中有出出入入 所以 好像沒有什麼出 就是入入 就要買Vitcoin 好瘋 那麼 那麼多了 最後一個結論 就是 看看 看看 總之 它就說 無論是計算底部 以及計算 Halving 之後 都很大機會超越現在所需的時間 我也很認同 這件事 尤其是現在的Vitcoin 價格 沒有一點的升浪 所以我都覺得是一個現場 那現場多少呢 我就覺得是 真的很難猜 因為看了很多圖 這些永遠都不知道 過了才知道 那我覺得 去到1月2月 就 起碼了 希望 好了 早收和遲收 早收和遲收 對我來說都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 對我來說我還是繼續 便宜的買 升法而不會買 所以可能 最後雜貨機會更好 或者是 玩多一段時間也好 其實如果在Vitcoin 牛市裡面 玩什麼都不會死 玩那些弊 你都不會突然 因為你過了第一次牛市 你知道 2017年 過了之後 什麼Coin都會變垃圾 什麼Coin都會變成九成 所以 深刻體會 所以 就算你覺得 今次的Psycho-Linfin 也好 永遠是不跌也好 也好 我都會 不會漏 100% 因為很恐怖 跌九成 全部都是 包括 尤其是三大幣 一定會跌倒 所以 有些心裡準備 是不要留那麼多Coin 就算你留Coin 你還是先賺 即是賺了 剩下的那些你才留 那麼多 唉 這段影片打算說多久 神經病 都錄了半個小時 你也打算閒聊 你知道嗎 閒聊一會 等大家 心靜一點 我個人認為 就算今天升到好跌也好 你只要相信這個科技 只會越來越多資金流入的話 那你就繼續去留錢進去吧 那麼 中間升升跌跌一定有的 有些什麼是只升不跌 沒有的 是吧 我未聽過 最似是樓 以前是港樓 或者美股 但美股和港樓都試過大插 長期來講升就行 只要控制好自己的心態 你買的什麼 資產分配等等等等 雖然你會覺得很虛無 但是這個世界 好像陰陽一樣 即是 實質的東西 就是虛的東西 虛的東西 可能是實質的東西 即是什麼呢 即是你眼見的貨幣 其實只是可能銀行一個號碼 一張紙幣 但其實這些紙幣都 不是說你滿足到這些東西 而是滿足你身心需要 原來很多東西 將實物最後可能化作心靈的需要 很多東西都 可能是吃東西 但吃完東西 有些人覺得 吃東西不只是為了吃 或是觀感 或是思想上的滿足 這些也是虛的東西 相反 在網上世界看到的東西都是虛的 沒有看到這些東西 在區塊線上不知道什麼 但是這些東西真的滿足到你心靈的需要 哇很安心 它會繼續升 或者是有一個 沒有人拿到你的幣 或者是沒有人控制到你的資產 這類的東西 令你很實在 所以這個世界 究竟什麼為真 什麼為假 很難定斷 長遠來說 應該前時不要太遠 總之長遠來說 你覺得 你用手機的量越來越多 你信任網上的科技越來越多 還是網上的 你喜歡線下還是線上 簡單來說 這些人用得越多線上 就越容易接觸到比特幣 越容易接觸到區塊鏈 接觸過之後 就發現原來這麼神奇 可以儲存到你這麼多資產 雖然也有很多風險 但也沒有你想像中這麼大的風險 按鈕被人偷光 就沒有 相反它的實用程度 大公司的接納程度 國家的使用程度 甚至乎 有些國家就怕了 這個 開始是你不要看了 美國的新聞 他欺拉你 他真的聰明 其他人都沒有這麼聰明 他知道這件事 是威脅到美金 因為這件事 長遠來說 只要越來越多人用 就這麼多了 唉 閒聊了 今集眼還有些什麼 大家如果有少少SOL 我建議大家玩這個 抽這個心幣 原來不用白名單 都可以直接買到 如果想知道怎樣買 立即入Discord 因為有一天時間 截止 如果想知道 總之就是 你去買SOL 然後開一個SOL的 Wallet 然後直接買就可以了 你買0.1就可以了 折合港幣大概是 八兩兩百元 幾百元 那你就懷了一個希望 這個幣我相信會升 這個 這個戶口無限開的 但不知道當中有沒有其他風險 沒有KIC 或者怎樣 沒有做White List 不知道算不算 但 記得大家玩吧 有0.1個 可能會升 我猜一下 5至10倍 這個會升 不會升100倍 因為市值很大 這個 基本分享這麼多 那 總結 那 Bitcoin最多跌兩成 如果回到 開始就到了 那 54,000一柱 52,000一柱 我覺得 應該不會退到這麼低 這個 最低 就是兩成 第一件事 會跌到多少 第二件事 就是牛市還在 有些數據支持 仍然很早 Bitcoin動物都沒有升 第三 就是 Link Funding Cycle 我個人認為 都很準確 我覺得 我也相信 會發生這件事 但是 跌了多少 我就不知道 但我個人認為 可能到了1、2月 時間 還有 匯報率 應該沒有以前那麼多 最多是20倍 即是8,000元 20倍 16萬 20萬 最後 如果你有SOL 可以玩 這個 Soul Check 這個 十分之巨型的 一個項目 起資格 900萬美金 Twitter 以及Telegram 人數超多 一個 近期最熱的項目 就是這個 今天分享差不多了 訂閱和分享 希望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 即時資訊 很多東西都有即時資訊 都不在Patreon Patreon 又要出文 又要出什麼 我都 要有心機看看 但如果我想即時有些 什麼分享 我都在Discord Discord 好像 又好啦 什麼都好啦 是這麼多 回到這裡 Bye